看也是大胡子吧 看着有点眼熟吧 就是车臣他们的那嘎嘎的 闹独立 其实这是个流亡政府 他现在呢在土耳其 印古什独立支持者大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发言人指出 伊斯坦布尔不就土耳其吗 印古什处于俄罗斯占领之下 与会议者决定成立印古什独立委员会 在他们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屯并克里米亚 入侵乌克兰 印古什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里部分 位于俄北高加索地区 东宇车臣共和国维林西接洋 北奥赛提共和国 首都是纳斯拉尼 面积呢是4700平方公里 人口约47万 其中印古什人占83% 印古什人自称加尔盖人 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使用印古什语信仰伊斯兰教 引用俄语文字母为基础 印古什19世纪上半月被沙俄兼兵 1917年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4年7月成立印古什自治区 1934年1月 印古什自治区与车臣自治区组成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区 1936年12月成为苏联境内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23期间苏联政府曾以车臣与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 将许多车臣人驱赶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印古什人也未能幸免 其后苏联政府把自古以来属于印古什人的大部分土地 转归给了北奥赛替 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联决定 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建制 没有将这部分土地还给印古什人 此后为该地区流血冲突 埋下了祸根 1991年11月车臣宣布脱离俄联邦独立后 印古什举行全民公决 决定继续留在俄联邦 并于1992年1月成立属于俄联邦的印古什自治州 1992年6月4日 俄罗斯议会通过成立印古什共和国的压 由于历史原因印古什与被奥赛替流血冲突不断 1992年10月30日 双方因战争争端在北奥赛替首都弗拉基 高家所市交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数万人逃离家园 历史上印古什人与车臣人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 基本是基于相同的历史遭遇和宗教背景 印古什人对车臣人有强烈的同情感 1994年和1999年俄罗斯两次发动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后 印古什成为车臣武装的大北营 分离主义反叛武装 声称建立了北高家所伊斯兰酋长国 那独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印古什人的美女 好漂亮 漂亮吧